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Robot 在Open时间段给大家解读市场资讯 今天亚洲股市已经受盘了,出现普跌 中国股市可以说是暴跌 欧洲市场刚刚开盘没多久 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 但现在有所反弹 美国的三大股指期货像纳斯达克跌了较近1% 像标普以及道琼斯股指期货各跌了0.3% 和0.6% 刚刚公布的欧元区的一系列国家的7月份 PMI那个初次数据 德国的一个数据呢,漂亮的不得了 法国的也还可以 但是略差于一期 英国的也还不错 这是欧元区的几个国家的一个数据 德国的在上面 德国的还不错 英国的也还不错 英国的在这边 英国的也很漂亮 但是如果对比行情看的话 德国的DEX30指出了 反而跌的要比法国的还要少一些 当然现在都有一定的一个反弹 那么今天全球市场的一个普跌 这个背后就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我觉得呢 可能是这个 就是中国外交部的一则公告 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 当然这和前天美国关闭中国驻 休斯顿领事馆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回应 当然美国关闭中国的领事馆 然后中国作为回应 再关闭他的一个领事馆 这个呢 是中美关系非常负面的一个预兆 那么今天呢 就是晚间美国市场开盘 要看美国方面的一个回应 如果你来我往都非常的强硬 还会拖累股市的一个向下调整 当然特朗普呢 在2016年执政以来 通过大规模的一个减税 还有美联储的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 使得美国经济表现很好 就业数据呢 也还不错 那个股市呢 美股走的也是连续几年 都是大幅走强 都非常好 但是 这也给了他 今年连任奠定的 比较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但是今年年初 在大选年 特朗普连续遭遇了一系列的黑电额 导致呢 现在的一个选情 是急转直下 极端的一个策略 政客选择猛打中国牌 通过激化中美的一个矛盾 对中国 刺激 比如说很多南海问题 近期的新疆问题 制造这个外部危机 来巨龙包守它的一个选民 以获取选票 当然是有这一层面的一个含义 中国和美国呢 目前在多个领域都有个比较很明显的一个矛盾 尤其是今年以来 随着疫情 导致美国那边的一个经济 不警惕 就业以及前段时间的一个抗议活动 特朗普政府呢 把很多国都甩到中国 两国之间的一个不信任和敌意 迅速的一个升级 从两年前的一个贸易战 再到近期 最近一两个月 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还有南海问题 还有 这个这两天的领事馆 关闭领事馆的一个问题 这个特朗普政府军队中国采取 非常强烈的一个态度 在11月大选之前 中美关系估计呢 估计还会继续恶化 但黄金和白银可能会因此受益 这个确定性是很高的 像今天 今天黄金它是 也是继续充高 黄金怎么看一下 现在是1891 但如果按前面几天上涨的一个节奏 就一天涨这么一段啊 百分之一点几啊 距离新高 也就一根K线 日线级别一根K线 你放到小时线 当然现在是 这一波不知道能不能走得下去 但如果像这个小时线来K线 可能走两根三根小时线的一个行情 就创新高了 那又说黄金啊 感觉这个 离它的一个历史高点呢 不是很多 这个是不是没有空间了 历史最高 这边是实际上是1920左右 1920 感觉没什么空间的 不太值得进 但实际上 通常情况下 不管是黄金也好 还是其他商品也好 突破一个大的 大级别的一个关口之后呢 往往它会有很强的一个惯性 或者是打开一个新的上涨的空间 但是如果黄金 咱这段时间是在1800以下的时候 就一直关注是有多端的机会 在这边的时候就一直提醒 有多多头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是小级别的加速 但如果对比黄金的话 其实我觉得白银是更有潜力的 比如说突破一个重要的关口 当然这边跟前面对应的高点 对应的高点突破之后 很有可能会加速的上空 当然白银的话 级别 如果你放到周线或者是月线 它感觉是更大级别 行情的一个启动的开始 像如果黄金保持强势 那么白银通常就会同涨同跌 而白银的波动性 或者是上涨的一个空间 会更大一些 可以关注白银那个机会 如果有调整 或者是做长期的一个行情的话 可以适合的时间 可以少量参与一部分 再说一下美国的新的刺激计划 因为今天周五 估计今天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美国经济的一个附属 目前呢 也正在减缓或者是停滞 而且可能也会变得更糟 像昨天公布的出行失业金人数 有再次出现反弹 那么如果不能够出台 新一轮的联盟援助 可能会导致美国陷入二次的一个危机 或者衰退 失业率很可能在长时间内保持两位数 最新的一个消息 是共和党计划在八月份 增加经济刺激开支 向经济领域再投入三千亿美元 民主党提出的一个一项方案呢 是三点五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 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那参议院共和党正在制定一项 大约一万亿个月计划 但共和党它内部还有很多分歧 现在这个详细的一些细节呢 陷入了一个僵局 因此预计下周一可能才会出台一些下周 或者因为到下周差不多是月底的 然后8月3号之后 美国国会这边是有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一个修会 那么很有可能在下周陆续出台 或者陆续有一些消息呢 谈这个刺激方案的 那么最近几天如果美国能够通过新的救助方案 或者是这个规模远比预期的大 那么对股市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提振 再来看这个市场 当然美国股市呢 昨天也是出现 道琼斯 纳斯达克标普都出现同步的下跌 尤其是纳斯达克 跌幅还是比较多的 跌了百分之二点几 这是一条 我只放了一条 这一条十日均线 咱们看这么一段行情走势 十日均线 当然大多数都在上面也有刻的时候 但是这个十日均线 几乎没有向下倾斜 但是这个一天 因为它是应该是这天的高点 比它低 它就跑到这一天了 几乎在这一天也是往下倾斜了 但第二天它就再次上去了 当然这一天如果不能够很快上上去 对应的是前面第十一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七十一 也就是说正面两天 如果后面两天不能够比这两个价格高 也就是说不能够到一万零六百上面 那么这个十日均线 拐头的迹象就非常明显的 那么就有可能是 这一轮反弹的调整 有可能预示 当然这一个 就是昨天的一个下跌和 和这边7月13号啊 或者是前面的下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个下跌它是 道琼斯 纳斯达克 标普 那五日均线 咱们看短期更短期的 这是纳斯达克一般指出 直接是下穿了五日均线 标普呢也是下穿了五日均线 如果你看道琼斯指出呢也是下穿五日均线 但是如果看7月13号 7月13号的行程呢 纳斯达克下穿了五日均线 但是 道琼斯和标普都在五日均线以上 走的也还算比较就是 它的道指和标普当时是走的比较稳的 但是这一次呢是三大指出同时下穿 那么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迹象 显得就更为强一点 不过当看 当看纳斯达克里面的一些个股呢 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 像苹果微软以及Facebook 它都有阶段头部的一个特征 那么指出级别的一个调整 或者是跌势开始有迹象形成呢 就显得更为明显 当然这两天呢还是 就是最近两个交易者呢 还是再观察一下 至于短线 比如说小线级别该怎么做呀 当然现在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 当然小线级别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反弹 而比较弱的 今天比较弱的是 是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今天反弹的很弱 跌的多 反弹的弱 而对比之下 道琼斯 09合约 他的一个反弹呢 就比纳斯达克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比纳斯达克稍微强那么一点 他跌的也不是很多 那么这个小的一个反弹 适不适合参与呢 我觉得少量的参与还是还是可以的 还要看美国那边如何回应中国的关闭美国驻成都大使馆的一个 这个事情如何回应 如果特别强硬 那么很有可能 股市还会往下再走一波 那么可能反弹之后 当然我的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有合适的一个反弹 反弹之后 再次形成这样的阶段的顶点 这样的行情 就再次往下 有技巧往下的时候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空单 还是可以的 这是几个指数的一个情况 当然 纳斯达克这两天更弱一点 因为前期他涨的也多 合理的调整是很正常的 个股的一个分化 个股的一个分化 并不能够主导指数出现大的下跌 但是指数的一个调整呢 会调整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当然 这个呢 还要看下周 美国的刺激方案 能不能通过 或者通过多大规模 这个是对股市有一定的提振 好 这是今天的简单的一个分享 想来接更多资讯 以及我们的实时的直播分析 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官方微信 这是我们的一个微信 近期呢 我们也在关注股指期货 以及股指的一个行情 如果想了解股指 怎么做股指 以及想参与进来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咨询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呢 也在美股开盘前的一段时间呢 也会直播一些股指的股指交易的一些方法 以及实时的一个行情分析 好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可以欢迎订阅点赞加留言 谢谢